水和离子书运换数效应的效果图 当年月变水,水融解了盐,于是有了盐水 在科学界,盐和水的结合有个专属名字,水和离子 数百年来,无数科学家前进研究 其为关结构及动力学一直未有定论 月前,我国科学家利用自主研发的高精度显微镜 首次揭刊这一神秘物质的终极面纱 即2014年获得世界首张亚分子级分辨的水分子图像后 研究团队再次宣布,将分辨率推向了原子极限 首次得到了水和离子的原子级分辨图像 并进一步揭示了其运动习性 月前,我国科学家在全球首次得到了水和离子的原子级分辨图像 据介绍,这一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国际顶级学术期刊字案上 成果由北京大学量子材料科学中心将以课题组 学历媒课题组 北京大学化学与分子工程学院高疫情课题组 与中国科学院广文和课题组合作完成 熟悉的陌生人,由于水分子结构无法直接套用较为简单的经典粒子模型来研究 加之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非常复杂 因此其成为人类最不了解的一种物质 水是自然界中最丰富,人们最为熟悉 同时也是最不了解的一种物质 其中就包括水的结构如何 2015年,德国应用化学也将水的相关问题 列入未来24个关键化学问题 明明寻想可见,缘何如此神秘 这与水的组成有关 水的分子结构很简单 H2O,其中的H氢是元素这七表中最新的原子 一般来说,如果原子和较重 我们可以近似的把它处理为经典粒子 在H这一间次电子重量的原子 却无法直接套用较为简单的经典粒子模型来研究 不仅如此,水与其他物质的相互作用 同样非常复杂 并与融解后的离子结合在一起形成团促 这一过程称为离子水核 形成的离子水核团促则称为离子水核物 速称水核离子 离子水核几乎无处不在 在众多物理、化学、生物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比如,盐的溶解 进化时反映生命体内的离子涨移 大气污染、含水淡化、腐蚀等 重要性不言而喻 但离子水核的微观结构和动力学 一直是学术界争论的焦点 早在19世纪末 人们就意识到离子水核的存在 并开始了系统的研究 其中,最早的实验研究可以追溯到1900年 和国著名物理化学家沃尔特能斯特的迁移实验 然而,经过一百多年的努力 离子的水核核层数 各个水核层中水分子的数目和构型 水核离子对水晶进结构的影响 决定水核离子输入性质的微观影、数等诸多问题 至今仍没有定论 究其原因 关键在于缺乏单原子 达分子尺度的表征和调控手段 以及精准可靠的计算模拟方法 一百多年前 科学家就知道了水核离子的存在 但一直没有直接的实验证据 现在,我们第一次直接看到了水核离子的原子基图像 这几乎是到了成效的极限 江颖教授说 奇妙的幻术效应 包含有特定树木水分子的水核离子 在氯化纳晶体表面运动时 具有一场高的扩散能力 研究人员将这种特性 称为动力学的化术效应 看清水核离子的微观结构 并非意识 如何在实验上获得三个水核离子 这是科学家们面临的第一项挑战 江颖说 制作水核离子非常容易 把盐倒入水中即可 但是这些离子水核物相互聚集 相互影响 水核结构也在不断变化 不利率高分变成像 因此 要得到水核拍原子照的水核离子 实现非常困难的是 为解决这一难题 研究人员经过不断尝试和摸索 基于早描随道显微镜发展了一套独特的离子操控技术 用一致被搭个水核离子 研发了基于氧化碳针间修饰的非侵扰式原子力显微镜成像技术 可以依靠极其微弱的高阶镜电力来扫描成像 并在此基础上 首次获得了原子极分变率的水核离子图像 图像中 不仅可以精确确定水分子核离子的吸附位置 就连水分子取向的微小变化都可以直接识别 正是水核离子概念提出一百多年来 国际上首次在时空间 看到水核离子的原子层次图像 研究团队还发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 包含有特定树木水分子的水核离子 在氯化那经济表面运动时 似乎患上了多动症 只有一场高的扩散能力 运动速度比其他的水核物要高时倍致一百倍 研究人员将这种特性称为动力学的幻术效应 耍心了人们对于受限体系中离子书运的传统认识 还未防腐蚀 海水大化抖起眼领域 研究 抬辟了医疗新途径 这一研究结果有何意义 将引致了个例子 比如 在生物离子通道中的研究 我们知道 人类的嗅觉 味觉 触觉等 是依靠生物离子通道来实现的 离子在这些通道中的输运速度非常高 而且在离子的筛选上 具有很强的特定性 从来不会乱套 过去 我们认为这种高速度和特定性 主要是由离子通道的大小决定的 但是 我们的研究结果对这个认知提出了挑战 生物离子通道的内壁结构 具有很多微观细节 或许是因为细节的不同 导致了不同的幻术效应 才出现了离子输运的选择性和高效性 这一工作发展的实验技术首次将水核相互作用的研究精度推向了原子层次 未来有望应用到更多更广泛的水核物体系 开辟全新的研究领域来实现选择性增强或检出某种离子输运能力的目的 这对于很多相关应用领域都具有重要潜在意义 比如 可以研发出新型的离子电池 目前 我们所使用的离子电池 它的电解液一般由大分子旧合物组成 然而 基于这项最新研究 我们将有可能开发出一种基于水核离子的新型电池 从而缩短充电时间和增大电池功率 同时会更加环保 成本也将大幅降低 不仅如此 这项研究成果还未防腐蚀 电化学反应 海水淡化等级盐领域的研究 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 并可以拓展到气泽水核体系 自然杂志三个不同领域的水核人如是评价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